星期一收市后的应该是 那世贸集团就向旗下的世贸服务 出售资产就套现的 那这个做法呢 就之前就刚才说过是星期一收市之后 那就出了一个通告 但是这个做法就惹起了质疑 上交所就向世贸附属的世贸股份 就发出一个叫做问津涵 那就是要求他们核实 并且披露交易的必要性 交易作价的公运性 还有是不是有担保未解除等等的 那世贸其实要在下个星期三之前 就做一个回复的 那摩根大通也发了个报告就说 世贸系内的交易 不单止反映公司的流动性紧张 也都显露了公司管治有问题 投资者应该关注内房旗下的 物业管理的业务 或者被没有公司用作财务工具 其实大家都一直有这个感觉 好 那就这个交易公布了之后 其实世贸昨天就急跌两成的 世贸服务就跌过三成二 其他相关的 譬如融创、恒大都是跌得急的 那内房危机就说 刚才说到就是重燃 那些公司都开始出来说了 譬如不迫服 就是迫园服务 就说半年内就不会配股的了 主席不会减持 也都预计就短期内就不会发生 超过二亿元的重大资产出售或者收购的 那世贸昨天也都有一个回够 你觉得这些回够对那个股价有没有支持 其实我想像清晰 就是如果要杀下来的话 你那小小buyback是顶不住的 不过我想这件事都挺有趣的 就是你说813叫做 要向这个儿子873买一些资产 那我们以往如果风平浪静的话 我们就会形容为 那就是873有注资 没有正常一些的动作 但是现在没办法了 风高浪急就会 你是不是利益输送 你是不是想找儿子笨 那这个就是股票市场有趣的地方 我经常都说 就是不同时间 同一件事 就是不同的演绎手法 主要你说6098 我又觉得它挺聪明的 始终你看到873或者813 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碧桂圆服务就立刻出来说 我和妈妈就不会有太多的关联交易 就是它最多不会超过两亿 真的很小的 如果你说以6098 现在的市值是说千多亿的时候 那关联交易不会多过两亿 是的 那你就知道它 就是我想管理层这一下 它的敏感度挺高的 我挺欣赏的 是的 还有第二件事 它都说明我不会批新股 那OK 那说真的 你问我 我觉得6098也不用批的 它之前都批了两次 就是够了钱 钱就够了 是的 所以我也维持原判 如果你说真的 我很想买内房 买物馆 那我想6098是一个选择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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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